他请很多对新婚夫妇就住进了这个公寓 有点像我们现在媒体文化当中的真人秀节目 在这个实验室里 请这些夫妇都进行日常的一些活动 就吃饭 看电视 聊天 听音乐 阅读 打扫房间 任何他们日常会做的事情 只是在这个房间里 这个公寓里做 他们会在很多不同的角落安装摄像头 真的就像我们现在的真人秀一样 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些夫妇 但是跟真人秀不一样的呢 是除了记录这些志愿者的每一个动作之外 他们还会给每一个参与者都配置一个特殊的监视器 去跟踪他们的生理数据 这个监视器就厉害了 此外 他们还会采集这些志愿者 每次上完厕所的尿液样本 来检测其中的压力激素 他们研究每位志愿者的肢体语言 监测他们的关键指标 而且还会编码每一个面部标情 每天早晨还会抽血检测他们的激素指数 查看免疫系统的运作情况 那其实呢 这些所有的监测呢 都是为了对应这些人他们的生理指标 以及跟他们的情感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 因为啊 我们人类在社会化之后 已经学会了太多去控制自己的表情 语言 尤其是我们的语言表达 很多时候都心口不一 所以呢 就必须要用可重复验证的科学手段 去监测这些志愿者他们真正的内心感受 那就是在这样的监测当中呢 他们就观察了所有的这些伴侣 他们的饮食起居 交谈 冲突 吵架 那其实这个研究是非常耗费精力的 但是呢 也是从古到今 最彻底 最完整的伴侣研究 最有条目纹的伴侣研究 最后的这个结果呢 也是非常的惊人 他们预测一对夫妻是否从新婚 到是否能走得长久 是否会离婚的准确率 到最后竟然达到了94% 预测的这个精准有一点可怕 甚至到后面有一些被邀请的夫妻 都不敢来参加这个实验了 但是最终呢 哥特曼他们的团队 一共跟进观察 记录了3000多段的亲密关系 然后呢 他们也最终发现了 很多在亲密关系当中重要的因素 所以呢 他们就根据他们的发现 最终写成了这一本 《爱的八次约会》这本书 目的是要把其中美满婚姻的成功关键 分享给每一对伴侣 约翰·哥特曼呢 在他的这本书里头 把一对夫妻的亲密关系里 应该有的对话呢 分成了八个主题 有信任 冲突 性爱 金钱 家庭 娱乐 成长和梦想 根据几十年他的研究成果 他们的团队呢 其实发现 最伟大的亲密关系的基石 是互相尊重和共情 以及对对方的深刻理解 所以如果没有这八个我们人的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主题和相互的理解和讨论以及认知 还有我们相互的支持 爱情虽然存在过 但却是很虚幻的 就像偶像剧里的粉红爱情泡泡 它只在性欲的意识化后 形成了一些浪漫的情愫 但是呢 却没有形成两个人深刻理解的 真实的 相互支持的 无条件的爱的关系 于是呢 走圣激情能维持多久呢 通常都是我们也是科学证明的 两到三年内 好 我们的多巴胺呢 分泌就结束了 于是关系进入僵局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约会 学习这种生活方式 其实就是学会走心激情 其实最终学会的就是爱的能力 而且啊 这八次约会 在伴侣关系中啊 其实是越早约越好 也就是说你们刚认识不久 确定了伴侣关系 就可以进行这八个主题的约会讨论了 因为如果你们约得早 那你们就是在绘制这个关系的地图 边界 底线是什么 如果你们约晚了的话呢 那你们就得先排排读了 要清理之前积累的误解啊 忍耐啊 委屈啊 然后再重新建立边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聊一下这八个约会的主题了 因为我们要看一下 这每个主题都在说什么 而且到底约会的时候 怎么聊这些主题 这些主题都在说什么 这些主题都在说什么 这些主题就是 但是你不想不想 因为这些主题都在这些主题